嗨 台长 嗨 你好 嗨 你好 你好 台长 现在有好人打通的 我是在大陆的 我想一下子问你啊 台长 就是这什么 鱼放生过了 我们这个死的鱼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吧 放生过了 放生过的鱼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放生比方说黄鱼 那你就不能吃黄鱼的 这是听外面说的对不对 他们说放生过的东西都不好吃了 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吃死的 可以放会放 吃会吃死的 但是呢就是说有肉 有肉呢就是说你比方说放生的功德很大 是占有你百分之一百 然后你现在呢你继续吃这个鱼的话呢 那你呢实际上就放生的效果呢 就减到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七十了 就是这个道理 最好最好的 明白吗 并不是说一定不能吃 就是说就是说比方说你 你这个人信佛了 很多人说那你一定要吃素 实际上呢不吃素也是可以的 明白吗 只不过看你的境界 如果你境界高 那么你能够不吃 不吃最好 实际上这种话根本不对的 能够放生的人 像我们全吃全素的人 能够放生的话 我们连什么昏的都不吃 鱼都不吃了 那你既然还没有 还没有这种境界 还没到这个位置 那你吃鱼根本没关系 不在乎你放什么鱼 不能吃什么鱼 难道这个鱼能吃 没有放过的鱼 就就拼命可以吃了吗 那都是鱼啊 这个理论上也不对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对不起